好,現在我們到簡報第35頁 就是要讓各位實際來做了 其實說真的,我們今天唯一寫的程式就是一個 如何點亮LED燈 真的啊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控制LED燈亮或不亮 可是LED燈的亮或不亮是不是用來控制誰 是我們的那個馬達 就是機電器啊 就是要不要供電而已嘛,on跟off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前面有那些步驟 就讓各位這樣下來 其實都是寫同一個程式 只是因為這樣你的概念會比較清楚 好,就是那個流程這樣會比較順 如果一開始就叫你接那麼多個 你應該會說,老師我放棄了 哈哈哈 對不對,我們就一個一個慢慢把你接上去 這樣的話,你的成功機會就比較高 那我們現在呢,會幫各位倒水囉 各位桌面,收乾淨 沉水馬達,請你放在有水那一邊 不要忘記了,要接上水管喔 阿不然待會兒睡著喔 哈哈哈 噢 不用乾杯,只要半杯 哈哈哈 只要半杯喔,請你先把水管先接上去 那真的,桌面要先收一下喔 那真的桌面要先收一下喔 欸,以防萬一喔 以防萬一 所以 先把水管把它接上 欸,水管 老師,水管要接對邊喔 好,請你先把這個線拿出來 好,請你先把這個線拿出來 水管先切好 一定要套緊喔 沒有套緊會漏喔 你可以把像這個一樣喔 就稍微把那個水管套進去一點 盡量啦 啊,如果你覺得不好用 可以請隔壁男生老師幫忙一下 因為我怕你那個水一沖出來 就掉了 呵呵呵 水龍頭沒 沒倒了好喔 欸,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放到 就油水的這個杯子裡面來喔 這樣的話呢 就OK啦 所以你就把它丟進去囉 那丟進去之後呢 另外一邊 我們就 把水管先放到另外一邊 有沒有喔 我現在一邊放這個 一邊放的 等一下我就倒水 但是還是請各位小心一點 現在呢 就會利用什麼 土壤的溫度跟濕度 來決定說 要不要供電 所以 比較標準的做法 我們會 這種課程 我們會用一個盆栽 你就直接插到水裡面去 不是,插到土壤裡面去 好,讓它去怎麼樣去偵測 當然 如果說現在沒有 您可以用鋼一樣 用手摸 也是一個方式 好,我現在就實作給老師看一下囉 我們在這邊 如果老師怕那個一開始就抽的話 我已經先手按住了 超過我指定數 40吧 我放開 有沒有,馬上就抽過去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哦 我們水沒有很多哦 所以呢 你自己 現在是用手當開關哦 我按住手就不抽了 放開就抽 如果做完了 你就把這個 再拿過來嘛 再交換一下 就從那邊再抽回來 這樣可以嗎 或者你要把杯子倒回來啊 哈哈哈哈 好,我現在就放開 有沒有,就從那邊再抽回來 那它就去偵測 我們的這個 濕度 濕度夠了 就自動翻掉 所以Web Arduino這一塊啊 它其實比較適合做什麼 不是那種像Arduino這樣插著就永遠一直偵測 而是你可以 比如說你放一個QR Code 我就掃描一下 或者我把這個加到我的最愛 我覺得我人在國外 覺得這個天氣應該焦花 你就自己用 點擊 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點擊燈泡 也可以啊 你用點擊燈泡 我不要搭配土壤的 濕度 感測也可以 我們這種是說你執行的程式 它就依據土壤濕度 如果你想要用手動控制 你就用點擊燈泡 按下去 水泵就開 按下去水泵就關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都是可以參考的方式哦 所以我再把水倒回來一點 記得哦 桌上 東西一定要收哦 哈哈哈哈 這很重要哦 好 請問這樣老師可以嗎 哈哈哈哈 終於在時間下課前 讓大家有水可喝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所以剩下兩分鐘就給老師看一看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囉 好不好 記得哦 手放開之前要先停止程式哦 要不然人家抽光光了 好apper る震盈 就 ayudar rzy MA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